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栽药 实定国小结合在地特色将茶道、古道、坑道还有异道相互融合 不但连续两年获得特色学校特优奖 今年更荣获了标杆奖 而为了要在毕业公园展现最棒的一面 能能加上演艺科毕业生 经常牺牲休息时间练习 能够获得肯定 同学们都觉得辛苦是值得的 新北健康小学堂今年总共有197支队伍报名参赛 首场活动将从4月26号起展开 新北市政府替代一名人讲堂将邀请棒球主播徐展员演讲 并首度在我的新北市脸书专页上直播 而今天我的台北周记要带观众朋友一起去搭乘猫空缆车 艺人绍婷还要带观众朋友一起去寻找猫空的两大特产 石定国小以在地茶产业座为学校特赦的课程 除了成立茶道社 编制茶舞 还有活用周边茶园以及古道 今年更将校园后方的煤矿坑道 还有和茶具有关的陶艺融合在课程当中 让孩子能够透过学习体验来认识地方文化 也因此获得教育部特赦学校最高殊荣标杆奖的肯定 为了让小朋友了解生活的这片土地 石定国小成立茶道社 并透过特赦课程和走读体验 让小朋友能够认识石定在地产业以及茶文化 也因此学校连续两年获得教育部营造空间美学与特赦学校特优奖 今年更以茶香满意道实定特色课程 将茶道 古道 煤矿坑道和液道合一 成为系统性的教学内容 荣获最高殊荣的特色学校标杆奖 不晓得他阿公以前都一百多年前都采过煤矿 所以我们进来课程加入了煤矿课程 同样把那个液道课程把这些茶套课程 当初这些小朋友泡茶给泡茶 然后在添淋淋淋淋 那我就想说然后唱茶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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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 我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到时候我们这边的课程就是 茶香满意道实定 在液道里面加个液道 所以就很完整的课程 在实定国小校园内 处处可见和茶有关的元素 穿堂上除了以电子看板 秀出各项茶道义在地特色文化课程 还陈列了各项茶具 校长李水德指着司令台两侧彩绘的茶壶 表示这里画了一百个茶壶 取鞋音就是百幅 另外教室外墙上还有千个茶杯图样 则代表了千杯 而在介绍茶道的区块 更以中英文标示 再在显示了学校推动特色课程的用心 不仅如此 现在还搭上了物联网的概念 教导孩子设计网页 学习如何行销 做网路上行销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小朋友现在开始学做网页 那做网页他必须当阅读 泡材把心得分享给大家 那是一个我们叫社群网站 我们现在这个网站 那是网站以后还说很多资料 那你知道现在能力检测的题目 像披萨 题目越长小朋友越不会写 那是因为他越能力不足 那现在经过这一年老师这样努力 在去年我们能力检测通过率 从33%到66%了 那今年更好了 已经到75% 学建国小校长李水德表示 在茶香满意到实定的课程中 包含了文史传承小导游 茶香茶道小达人 坑道生态探索家 以及小小文艺创作家 希望配合实定茶产业资源 传承在地文化 同时也期盼未来在数位科技的运用与学习下 能够让孩子拥有文化美学与国际观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实定采访报道 南南家商表演艺术科 在19号举办毕业公演 这场演出对于演艺科来说意义 相当的重大 因为这是第一届毕业生的演出 所有的同学都为了要展现最棒的一面 可是做足了事前的准备 甚至经常要牺牲休息的时间来排练 同学们都表示 这过程虽然很辛苦也很紧张 但是在舞台上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肯定 觉得所有的牺牲都很值得 担任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兔子一角的张芹文 是全场重要的串场人物 公演前不断揣摩角色的特质 背台词 就是希望能表现的尽善尽美 当然不只有张芹文 参与公演的男人家商表演艺术科所有毕业生 为了这场重要的活动都做足了准备 因为是兔子先生 然后我本身是女生 所以如果要反串男生的话 有的时候语气或什么的要去多揣摩 然后台词第一次那么多 因为要串场 每一幕基本上都要出来 所以其实很紧张 我们非常的努力 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是第一届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不足的 在这一次的公演前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大概约两个礼拜 我们都是密集的练习 就是不断的日夜颠倒一直来练习 这个过程很累 然后我们也有在半夜的时间出去练舞一起 对 就是能在台上呈现这个成果 是大家花很多时间做出来的事情 不管是跳舞演戏 会无彩带 或是踩独轮车 跌落汗 看在台下观众眼里都是相当的赞赏 然而学生们在台上的每个动作 都是经过了长时间反复练习突破 才能展现最好的一面 因此这场公演不仅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同学们也因为付出有了代价 而感到开心与骄傲 下午这一场我觉得应该有到90 因为大家真的是火力全开 因为家长都来了 所以他们真的火力全开 像一个同学 他有点稍微感冒的症状 所以他头很晕 可是他在跳舞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他们觉得家长坐在下面 他人家把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今天演出完让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之后成果终于给家长们也看到了 这场毕业公演对于表演艺术科可说是意义重大 因为是第一届毕业生的演出 师生们都十分用心的准备 而最后毕业生也不负众望的带来了精彩演出 让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 也带给毕业生最珍贵的回忆 记者成品站门奇心店采访报道 耐露第四年的新北健康小学堂 特别邀请唱品国小小朋友带来健康操 展现学童青春洋溢的一面 也为即将参赛的所有队伍加油打气 健康小学堂竞赛是新北市卫生局与教育局 为了建立学童正确的健康知识 在102年开办的活动 次年下来报名学校越来越踊跃 今年共有197支队伍报名参赛 以今年来讲我们有210所小学 197队来报名 那从第一年的4000多个题库 现在进展到8000多 今年有将近18000近2万的题库 正在我们各个学校风起云涌的测试当中 记者会上新北市政府秘书长徐毅宁 也率领卫生局长林奇红等人 组成首长队与小朋友抢达竞赛 最后是由小朋友获胜 徐毅宁书长表示 首场竞赛4月26日将在三英分区的彭福国小 由28支队伍揭开序幕 到6月底进盛影棚进行决赛 争夺前三名 今年的新北小学堂 会透过我们这样沉沉的比赛 从4月底开始会找出前8强 然后我们会上 这8强我们会上全国电视来转播 所以当大家得到金牌前8名的时候 就有机会把大家新北小学堂 每个小学生的实力 展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的面前 同时今年的小学堂 还加入了辅大为伙伴 期盼借由大学生丰富的资源 带着小朋友将健康观念深恒社区 继续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民政局在日前办理替代艺名人讲堂 邀请知名棒球主播徐展元到场演讲 来畅谈热情学习热血竹梦的人生历程 同时也和民政局正妹廖婷盈 以及在场400位的替代艺男 首度在我的新北市脸书专页上直播 对于能够见到热血主播徐展元本征 艺男们都表示相当的兴奋 也勤勉自己能够朝着梦想前进 新北市民政局日前办理替代艺名人讲堂 邀请知名棒球主播徐展元 畅谈他从学校到职场的人生历程 同时也协同民政局正妹廖婷盈 首度在我的新北市脸书专页上直播 徐展元热情的要替代艺男 和收看直播的民众打招呼 并且和正妹廖婷盈介绍新北市替代艺男的工作内容 而能够与热血主播一起在脸书上直播 廖婷盈直呼实在是好紧张 非常紧张 还好有那个展元大哥靠着就比较还好 这次的名人讲堂 一共有400位替代艺男参加 能够看到展元主播本尊 大家都觉得非常兴奋 也相当佩服他的口条和反应 就很兴奋啊 然后觉得说能够在服役的过程中能够参与那么多元的服役生涯 觉得当替代艺真的很棒啊 人他很厉害 因为他口条很清晰而且他反应很好 徐展元以热情学习热血竹梦人生红不让为主题 与在场替代艺男分享为何立志从事运动传播业 以及为了进入职场而做的种种准备 演讲中徐展元勉励大家应该要培养正当兴趣充实专业知识 随时做好准备才不会错失每一次机会的展现 而提到了梦想替代艺男们也都各有志向 并且表示会努力超着目标迈进 我的梦想是当空服人员 然后在服役的期间我都会利用课语的时间去 就是有去读英文 然后加热会去补习韩文啊 然后这次也有报名了空服人员的那个争选 然后希望可以达到自己的梦想当当空服人员 因为我本身是念生计的 其实我梦想是还蛮想的 就是投入这个行业 然后为就是台湾做一份努力跟贡献 新北市民政局表示 从103年开始就陆续邀请多位名人演讲 超过2000名艺男受惠 未来会持续办理讲座 丰富替代艺男的精神生活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先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是我的台北周记 我们马上回来 数位生活现在进行事 当然选大兴电宽屏 现在申办超级数位家庭方案 每天只要同板架 立即体验数位新生活 八种享受 一次满足 数千二九一七 三九三九 他如果比他大的轮胎 看他好心酸 你是不是有被欺负过了 就不知道怎么能够歧视我 你怎么办 馬上突然这个下率 怎么办 你的头发 说到脚的时候 叫 permettre 有什么 怎么办 太扯 Neo 快準備她了 游戏 游戏 S あ when I am You too journal 来到猫空当然一定得搭猫懒楼 从懒车上面可以俯瞰猫空茶园的景色 一片绿意盎然相当的美丽 而抵达终点之后 艺人少庭就要带观众朋友一起去寻找猫空的两大特产 究竟猫空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呢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瞧瞧吧 好啦离开了超级可爱的动物园 接着GG就要往猫空上山前进咯 从动物园到猫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就飞猫空缆车莫属咯 猫缆全长4.03公里 共设有四站 沿途能够让旅客从高空俯瞰猫空茶园的景色 用空中的视角去欣赏大地之美 大约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终点站猫空站了 来到猫空除了会想到喝茶 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 当然有 现在就让毕业于世青大学的少庭 带着我们一起游猫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少庭 今天呢带大家来到了闻山区 闻山区我很熟 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啊念世青 早上起床猫空散步 下午放学猫空玩耍 晚上睡不着猫空喝茶聊天 所以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在闻山区去找找 到底用哪两大特产呢 我们今天一起玩闻山 走 从猫空站出来 沿着马路行走 感觉到山上的空气真的特别的清新耶 而且整个心情啊都雀跃了起来 真的好期待在地人会带着我们 到什么样有趣的地方哦 走着走着 好像走进一片竹林里耶 这整片都是竹林耶 我一定找得到绿竹笋的 小婷 你要干嘛啦 有竹笋你看 有没有这个脚这个脚 嘿嘿嘿你在干什么 嘿嘿没有啦老板 我只是想说来这边会不会刚好让我遇到绿竹笋啊 可是没想到还真的有呢 木栅这个地方是属于绿竹笋的产区啊 哦 每年的五月啊一直可以一直可以 挖挖挖挖到中秋节前后 哎哟 那我还来对时候了哦 对啊其实这时候的绿竹笋是最好吃 也是最漂亮的时候 嗯 因为我刚刚一路看到好多的竹子啊 好多的竹林耶 对啊因为木栅这个地方就是本身就是个绿竹笋 跟铁关艺的产区啊 哦 嗯 所以像我这样子找到其实是很正常的咯 呃你的技术不大对啦 找到是很正常是没有错的 技术不大对 没有我也是想说先找到之后然后请你来帮我挖 哈哈哈 是这样子的哦 因为我看你有带工具嘛 啊我要来挖的啊 对不对教我教我 好 哦看来绍婷真的对猫空熟门熟路的 这么轻易就被他找到绿竹笋了 哎不过啊其实如果民众想要自己来体验 记得哦一定要先跟店家预约 不可以随便闯入竹林啦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绍婷在老板的专业指导下 可以挖到多少咯 木炸可是台北市最大的绿竹笋生产地哦 栽培面积约有550多公顷 年产量约667万公斤 绿竹笋的耐热力强是于高温多湿地区生长 而文山区的土壤及气候均符合它的生育条件 所以啊种出来的笋子品质优异 生活消费大众的喜爱 说着说着看起来他们的收获可真不少哦 你看我们今天采了这么多耶老板 这是我初体验耶 真的哦其实跟你讲一下 什么是好的竹笋跟普通的竹笋 我会我告诉你 绿竹笋绿竹笋就是要够绿才会好 真的哦 像这个没有这个是黄的 这个上面绿绿的是好 那我下次有绿色的一定拿来卖你 淹下去 什么意思绿的不好吗 其实跟你讲绿竹笋只要白色的 白白黄黄的那种比较好 而且是弯弯短短的飞飞的 吃起来就像你说的水梨那种感觉 所以一般的话大家如果去挑挑这种 最好的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带着弯度 然后短一点 肥肥的 下面这边圆圆肥肥的 然后颜色要像是这个样子 对的一定要是白色 它这个是在土里面的 原来 这个这一段是在土外面的 所以它会会有点苦这样子 天呐我长这么大 我今天才知道耶 老板真的帮我们上了一课耶 以后啊大家去菜市场记得千万别挑错咯 来到猫空采完了绿竹笋 就不能不提到茶 在这里啊有一批认真的茶农 秉持着一百多年来的传统在种茶 制茶 尤其每年的五月间 茶农柔制铁观音的时间 整个山区飘着茶香 让人走在其中不醉也难 今天是我真正第一次自己用这么完整的茶具 用这么好的茶叶 泡茶给自己喝 有没有感觉还蛮厉害的 老板刚刚是有稍微教我一下那个恶补的方式 但是因为我们以前都会说要来这边 泡茶聊天泡茶聊天啊 但是真的没有这样自己完成这个程序过 我觉得这样体验下来啊感觉蛮好的 是因为这一杯茶哦 就真的是我自己泡出来的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香 哇 坐在这山林中看着美景 配着好茶 除了独特的干橙好韵味 还带一点若果酸极桂花香 嗯 一杯喝下去啊 真的可以说是酒流喉间芬芳不散呢 每次到了休闲假日呢 市区的民众都可以来这里赏景平民 再加上各式风格独特的茶艺馆林里 喝一口道地的铁观音茶 悠闲地坐在这边看着美景 对生活忙碌的市民朋友来说 可以放松心情 好好享受悠闲的时光 真是太棒了 连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 也把猫空指名为 台北必游的观光圣地哦 请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布布娅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纪念欢评超级数位家庭方案震撼新上市 每天最低50元起就可享受极速光鲜上网 上百台精彩频道 热门电影随选随看 全方位居家监控等八大服务 5月31日前申办最高再送2000元礼券 快播2917 3939 年度棒球赛精彩开打 快用大新店数位录影机预录精彩赛事 让你每场都不错过 得分瞬间还可重播 倒转回味 现在申办年角就送Tokuyo软Q震动按摩警诊 快播2917 3939 隆林渔墓普查期间为4月1日起至5月31日 普查对象包括了农牧户 农牧场 农市及畜牧服务业 林户及林场 渔户 渔业公司等 近期民众协助完成 由新北市文化局举办的第六届新北市文学奖真文活动开始了 即日起至8月15日收件 欢迎踊跃投稿 相关简章及报名资讯 请至文化局网站查询 新店地震事务所对辖区内预一年以上尚未申办继承登记之不动产 将于4月1日起公告三个月 公告期满人为办理继承登记 将由新北市地震局列策管理 列管15年期满人为申请登记者将以请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 呼吁延宕办理继承登记的继承人 尽速申办继承登记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兴店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